好了,我们来继续上课 那么这个故事我们接着来说啊 那当时呢,他说了一句话啊 说,我知道你的儿子是怎么死的 你要想知道,你就跟我来 于是呢,这个弗兰肯斯坦先生就跟着那个大怪物一起走了 走了以后啊,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啊 这大怪物呢,于是啊,就开始跟这个弗兰肯斯坦先生说 说爸爸,自从你把我创造出来了以后啊 这个没有人喜欢我 于是呢,我离开了城市,去了一个森林 在这个林子中呢,看到了一户农家 这个农家啊,这个有一个忙了眼,瞎了眼的老爷爷 还有他的一对儿女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起生活 他们的生活呀,过得非常的开心和快乐 每天我都能听到他们家里传出欢笑声 我特别希望能够融入他们家 于是我每天都打一捆柴啊,这个柴火啊 柴,然后呢,放在他们家的门口 然后呢,在他们家的这个门外啊 听着他们啊,屋子里传来的欢声笑语 这有一天,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 看他的儿子和女儿不在家,我走进了屋子 跟那个盲眼的老爷爷说 说呀,我是一个啊,可怜人 没有人爱我,也没有人关心我 你们家这么温暖,我希望你能够收留我 啊,你想啊,那个老爷爷根本看不见,对吧 他只能听见声音,啊,你说哦,可怜人 那你留下吧,于是就让他留下了,对吧 可是当天晚上,当他的儿子和女儿回来以后 什么反应 好啊,于是呢,这个怪物啊 一看到这个,他们这样的反应啊 这个女儿,女儿吓得大叫 儿子拿一把刀啊,然后呢 他也只好啊,就离开他们家 心里特别的伤心 他走着走着来到一条河边 看到正好啊,恰恰有一个人溺水了 在那痛苦的挣扎,救命救命 然后呢,这个大怪物就跑到河边 一捞就把这个人给捞上来了,对吧 放在河滩上啊,放在河岸上 然后啊,正在他刚放在河岸上的时候 就看到远处啊,跑来一个人 他一个人继续跑 跑来以后对着这个大怪物就开始全打脚皮 你这个坏人,你这个坏人放开我们家少爷 啊,最后这个大怪物啊 他就心想说,我明明是救人 你怎么还能冤枉我呢 他很生气,于是一挥胳膊 后赶来的那个人呢 就一下子被他撞倒在这个远处的海滩上 那个人就摔,摔晕了 就躺在那了 那时呢,他就想说 我看看这个刚救上来的人还活不活着 对吧,你就要看一看他 现在他那个伸手啊,要去抚摸这个 他刚救上来的这个人的时候呢 那个人就活过来了,醒过来了 醒过来,一看一看呢 这个大怪物以后呢 他嗷咬了这个大怪物的手一口 那个大怪物很生气,对吧 那我好心要救你 怎么还这个咬我呢 对吧,恩将仇报 对吧,于是啊 愤怒之际 他就用手掐了这个人的 掐了这个人脖子一下 就一掐啊 那个人就被他给掐死了 那个大怪物头一次啊 第一次杀了人 他非常的内疚 非常的害怕 于是啊 他就把这个人脖子上戴了这个护身符 挂在了那个晕了 后跑来的那个被他打晕了的那个人脖子上 然后他就逃了 就离开了 请问他说的这两个人是谁啊 哦,一个就是弗兰肯赛博士的儿子 一个就是啊 他们家仆人,对吧 然后呢 他说我杀了人非常的内疚 我不是故意的啊 所以呢 我向你来颤导啊 这个忏悔 希望呢 这个 祈求你的 原谅 那这个时候呢 啊 这个弗兰肯赛先生啊 内心呢 还是有些啊 有些 这个体谅他的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大怪物就说 博士 说呀 既然你把我创造出来了 你就心心好 你再给我创造一个女朋友吧 只要我有一个伙伴 我们两个就一起 啊 这个隐居在山里啊 再也不出来 这个危害人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弗兰肯赛先生一想说 嗯 也是 我把他创造出来的 我就应该对他负责任 对吧 好 我再给你创造一个女朋友 对吧 给你创造个女伴 于是一瞅 又扎到这个实验室里去啊 工作了几个月 然后呢 又造出了一些女性的啊 这个身体 对吧 然后啊 那当然了 也是没有呼吸 对吧 没有呼吸 也是要接 接那个装置啊 弄一个 接在这 接在这 接上了以后呢 啊 等着这个打雷下雨的天 可是呢 有一天 这个弗兰肯赛先生博士呢 又转念一想 哎呀 不行 我要是给他造了一个女伴的话 他们两个人啊 这个一起生活 要是合合目目的 倒是也挺好的 万一他们吵架 或者万一他们这个生了很多小怪物 对吧 出来了啊 这个也会伤害人的 所以我不能这么做 于是呢 拿起啊 就就拿起一个大斧子 把他刚刚造好的那个女性的那个啊 这个 这个身体啊 然后咚咚咚 就给砸烂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就听到远处窗外啊 这个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然后就传来了第一声的怒吼啊 说弗兰克斯坦博士 你会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的 然后啊 那个声音就不见了 之后呢 弗兰克斯坦博士就发现自己的亲戚啊 自己的家人 开始接二连三的 这个遭到杀害啊 都死掉了 他一想就知道是这个大怪物啊 于是呢 他就开始了对这个怪物展开 松鼓 对吧 追杀他啊 所以呢 接下来啊 就看到了文章开头啊 文章开头的那个情景 一个大怪物在北极军园上 不见了 后面那个雪橇 跟着的就是弗兰克斯坦博士 对吧 那么说到这 说完这些的时候呢 弗兰克斯坦博士的 这个身体啊 已经支撑不住了 然后啊 他就这个 离开了人世 就死去了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个当天晚上 这个船上的船员们呢 就发现他们的船边 出现了一个两米五高的 巨大的身影 啊 这个大怪物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扑倒在弗兰克斯坦博士的 这个身边啊 就痛哭 说爸爸 你把我创造出来 又抛弃了我 啊 你现在让我一个人怎么办呀 然后啊 哭完以后呢 这个大怪物啊 就纵身投到了 这个北冰洋 冰冷的海水里面 啊 然后呢 就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概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是啊 人类文学史 文学史上的第一个 科幻的小说啊 也一点不比这个 海底两万里 或者是从地球到月球 差是吧 啊 也还是挺 这个充满了想象的啊 充满了想象 啊 很吓人是吧 啊 假的啊 具够的啊 具够 我们写一下啊 这是拜伦 在1822年的时候 起来乘坐自己造的一艘小船 叫做唐皇号 唐皇是谁的作品来着 那个拜伦 拜伦的师哥叫唐皇啊 两个人是好朋友 所以他给自己的那个小船起名 叫唐皇啊 唐皇号 结果呢 行驶在这个海上的时候呢 遇到了风暴 啊 他就在这一次的风暴中呢 葬身在海中了 葬身在海中了 那么之后啊 之后按照那个啊 当地的习俗啊 当地习俗 在海中漂浮的一切 如果呢 这个啊 被拿到陆地上 都要被火烧啊 都要烧 所以后来呢 这个雪来就被火葬啊 就被火葬了 那么这是他在这个临死之前 写的一首诗歌 这个要求大家一定知道啊 三代表作叫做西风颂 西风颂一看名字 你就知道歌有什么呢 西风 西风啊 歌有风的 如果要是让你写一首诗歌 歌有风 你要歌有风的什么品质呢 不知道 好像很难想啊 风不就是刮来刮去吗 自然界的这么一个东西 有什么可歌颂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看 雪来在他的西风颂中描写了一个 什么样的西风 啊 描写个什么样的西风 这个呀 就是他的这个诗歌中最著名的啊 这么一节了 一上来啊 描写了西风 他拥有的这种狂暴的力量 对吧 风一吹来 可能呢 就带来这种催枯拉朽的力量 把这个世界上一切啊 枯萎的落后的东西 全部都吹走 而我希望你带给我的力量 能够和这个奋勇者 让我们怎么样 合二为一啊 你的力量和奋勇者 能够加在一起 啊 加在一起 接下来说啊 接下来说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 西风啊 如果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西风就预示着这个冬天要来啊 西风预示着冬天要来 最后一句话 如果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这句话成为了他这首诗歌中 最著名的一句啊 最著名的一句 那么我们先把它写下来 这就是今天的我背你写啊 如果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 晚吗 来自他的西风颂 讲完了以后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句话啊 这句话为什么好 成为他的名句 冬天过了以后 肯定是春天 春天过完以后 肯定是夏天 夏天过完以后 肯定是秋天 秋天过完以后 肯定是冬天 这是一个自然界的规律 对吧 他说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看起来是一件特别普通的 也就是一个客观事实 为什么这句话出名啊 那就说明这个冬天和春天 是不是单纯的自然界中指的冬天和春天 不是 他有一定的寓意 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像冬天的时候万物凋零 非常的啊 这个瘦瑟 对吧 非常的瘦瑟 而春天呢 万物复苏 生计盎然 所以他其实指代的象征的是人生的一些阶段 冬天指人生的什么样的阶段 冬天指的是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呀 或者困难 让你觉得啊 自己好像已经走投无路了 对吧 而春天象征着你 拥有 什么呀 希望 拥有 拥有什么 活力 对吧 所以其实这句话翻译 对 刘安华明又有村 他翻译过来就有点像说 当你啊 如果处在困难中 处在黑暗中 你觉得人生无望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应该更加坚定的相信希望和成功就在不远处 对吧 就在接下来啊 你坚持的地方 所以这句话 要求你会背诵 还要求你能够用到作文中去 哪类作文可以用到这句话 当你写什么的时候 哪一类的 啊 什么样 什么样内容的 啊 书庭的 什么样内容的 挫折 对吧 遇到挫折 啊 应该坚持不懈的时候 你就可以引用说 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经说过 如果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啊 于是我坚定细心坚持不懈等等 对吧 啊 好啊 那么他除了这一句以外 雪莱有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 是可以引用到你的作文中去的啊 告诉大家 你把这一句也写上 这一句话叫做 潜水是喧哗的 后半句叫深水是是沉默的 他其实也说表面上也说的是一个自然现象 水浅的啊 比如说小河呀 小溪呀 对吧 你在那旁边就能听见他不断的发出哗啦啦哗啦啦的声音 对吧 自己作者说潜水啊是喧哗的 深水啊可能指的像大海这样的啊 水很深的地方 大海我们都知道啊 他其实底下啊 深海底下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呀 啊这个暗涌啊 这个这个激流涌动 对吧 可能底下呀特别的活跃 但上面 有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有的时候大海看起来表面上特别的停静 但其实底下暗流涌动 暗流涌动 所以他说深水是沉默的 那么表面上也就是表写潜水和深水的 但实际上它是影射人的品质 对吧 骄傲的人 他往往掌握的知识多还少 少对吧 而那些掌握知识特别多 很渊博的人 品质特别高的人 往往怎么样呢 更加的安静 低调 对吧 更加的安静和低调 所以啊这个在这个啊 这句话你可以引用在 比如说啊 这个描写什么呢 谦卑这样的美德 对吧 啊就讽刺骄傲啊 讽刺炫耀 这样的啊 这个文章中去 在中国啊 我们说中国呢 自古以来啊 这个古人也非常注重品质的修养 对吧 我们中国人啊 也经常有着啊 和这个学来 这句话说的同样的追求 所以中国有一个词 和这一句话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成语叫做净水流深 表面上看起来很安静的水 实际上可能啊 底下有暗流在涌动 这个叫净水流深 好 说完了学来啊 我们再来说啊 在那诗人中的最后一个人 三 祭祠 1795 到1821 啊 他的原名叫约翰祭祠 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 祭祠的出身和拜伦雪莱不大一样 拜伦雪莱一个是贵族 一个是啊 富豪对吧啊 相生 而他呢 父亲啊 是一个马夫啊 就是喂马呀 洗马啊 给马洗澡呀 等等啊 就做这样工作的 所以后来当时啊 这个有人这么评价啊 祭祠说 在英国的大事人中 几乎没有一个人 比祭祠的出身更为卑微啊 所以啊 出身的家庭非常的 这个低啊 非常的低 但这个家里面的地位比较低 但是啊 这个祭祠这个孩子呢 小的时候是非常勤奋好学的啊 很聪明 那么祭祠呢 有一个家也不好啊 条件不好 所以呢 这个曾经被送到药店去当学徒 后来呢 在自己的这个努力之下 考到了一个医学院去 但是在学校里呢 啊 虽然学的是医学专业 却更对文学啊 就对文学更感兴趣 所以后来干脆 奇异从文啊 也从事文学创作了 在1817年的时候呢 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 祭祠的代表作品啊 你先写上 代表作叫夜莺颂 夜莺颂啊 啊 就像西风颂一样 歌颂什么的 夜莺 夜莺啊 有一次呢 这个祭祠 凌晨醒来 听到外面呢 有小鸟叫 叫得如此的啊 这个优美动听 于是呢 拿了一把椅子 啊 就跑到外面去坐着 一坐坐了三三四个钟头 四个钟头 回来以后 朋友就看到 祭祠手里 拿了那么四五个小纸片 啊 四五个小纸片 上面特别灵乱的啊 写了一些东西 那都是祭祠在听到 这个小鸟叫的时候啊 密心突然有感受 于是又写下来 于是朋友就把他 这四五个小纸片 整理了一下 就是他最未有代表性的作品 叫夜莺颂 所以你看啊 平时娘有了一点 什么小灵感之类的啊 你赶快应该找个小本 找个找个小纸 把它记下来 没准就成为了你 最为这个有代表性的作品 啊 你没准就因为这个灵感 最后写了一个啊 这个很厉害的作品 那么 一些诗人呢 往往啊 或者一些文学家在写作的时候 往往都有一些自己的啊 这个习惯 这些习惯特别能够体现这个人的品质 或者气质 我们来扩展说一说啊 你知道的一些大诗人 或大文豪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写作习惯 说一个大家很熟悉的 安徒生 那么安徒生呀 他在写作的时候 特别喜欢待在一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叫做森林 因为他觉得森林里面 就可以听到鸟叫 又可以看到植物 还可以看到小动物啊 这个地方呀 最擅长啊 最适合来描写童话 所以他特别喜欢在森林中创作 接下来第二个人 美国的一个作家叫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对小纸条挺有独钟 这个人啊 基本家里面能看到啊 只要你眼睛能够扫射到的地方啊 注视到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都能够看到小纸条 比如说如果他今天要出门 把这外套穿上 衣服外面的兜里啊 就都是小纸条 然后来到镜子前啊 看看自己的 看看自己的装扮是否得体 镜子上贴的都是小纸条 然后呢啊 要出门啊 这个要打开门的时候 门上贴的都是小纸条 他们夹到柜子上呀 床上呀啊 这个别说那个桌子上了 所有的地方都摆着小纸条 那么啊 这个人对小纸条挺有独钟啊 也特别爱随手寄下一些东西 这个人 罗曼罗兰 法国一个很著名的传记作家 他写过很著名的巨人三传 比如说给一个托尔斯泰写过传 贝多芬写过传 他的人物传记 以对人物描写栩栩如生而知名啊 那么罗曼罗兰在写作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更好的观察人物 他会把一面镜子摆在自己的旁边啊 然后呢对着镜子啊对着镜子 开心 生气 愤怒 等等啊 吃惊等等 然后呢观察镜子中的自己 以此啊来描写人物 所以描写的人物啊特别的生动 特别的生动 那么说字以外啊 这个海明威美国的一个作家 写老人于海的啊 海明威这个人写作的时候很有特点 他写作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呢 你们猜一猜 他的站姿很特别 一猜一猜他用什么站姿 马布 马布 扎着马布 和这个扎着马布特别稳当 恰巧相反 他喜欢金鸡独立 一只腿 一只腿站着啊写作啊 在这个桌子上写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我一只腿站着的人会特别紧张 紧张的时候呢 你就希望赶快完成 所以啊我让我的 我希望我的作品呢 写的非常的简洁 不要有那么多 这个废话 对吧 所以啊他的作品啊 一般都没什么抒情性啊 都是这种特别流畅的趣事 特别流畅趣事 所以就是得益于自己的金鸡独立 得益于金鸡独立 这是海明威 除了海明威以外 再介绍一个 弗洛拜呢 他呀在晚上写作 由于他们家在这个海边啊 在这海边 所以每天到晚上的时候啊 他远处一看就只有他的那个窗子 还发出光 逐渐的啊 慢慢的人们就形成了习惯 每次呀 人们航海出行 在这个天海域的时候 只要一看到那个有光的地方啊 就说哦 那是弗洛拜的这个房子 我知道方位了 所以后来他这个房子啊 都变成了像灯塔一样的地方啊 人们都知道啊 跟灯塔一样 那每天到晚上都亮 所以写作很勤奋啊 这都是一些作家 这个自己的一些写作习惯啊 很特别 好啊 那么今天呢 关于这个祭祀的生平 我们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祭祀世事 祭祀在1820年的时候呢 第一次这个可血 他患了肺结核 肺结核呢 在当时是不能治愈的病啊 不能治愈的病 所以后来呢 在这1821年的时候就离世了 好啊 我们来看他的这首《阴影送》啊 这个呢 就是他其中的这个一个部分啊 一个部分 那么啊 中国一个很著名的啊 这个啊 现在作家叫做徐志摩 写赛列康桥的 对吧 他呢 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说 其实哪一天 大英帝国破裂成 无可继任的断片时 《阴影送》依旧保有 他无比的价值 记词的《阴影之歌》 永远在人类的记忆里 留存着 你看这个评价是十分高的 很高的评价 那么今天呢 这个英国三大诗人的内容 我们就讲完了 我看这个评价是十分高的